在台湾警告七十千年的多明尼港 作為無意見讓國際團告 日下是中國警告 日本今年的報告過 掌聲19時 請外交部長L風臨表示 兩百團告議題是蔡政府的兩岸關係 在三號內外出現 骨牌式團告嗎 與基本外界定門的法治共和海底 而你的關係會有變化嗎 前途海底態勢形態態度保留 因為中國可能會過多 臺灣人民的關閣 當然是建築人 每次在你的報告過 主持人要請講 總統蔡英文 上映某年齡 經由新島民普林寺比 巴拿馬韓國有 東美尼加 約三個國家 立正統臺灣團告 蔡政府外交建築問題 請外交部長 和鳳梁說蔡政府的兩岸政策 去按照團告目的主要原因 這次斷交事件就是再度驗證 兩岸政策高於外交政策 而且這個驗證會不斷地再出現 所以批評總統蔡英文 堅持彼此現場的兩岸政策 對臺灣的關閣沒有發展 也還以後再調名 行政中的情緒 先行貴妃進行台中的共法 每次都總會對臺灣政策 不用感到去 蔡政府是指導對我們 竟對臺灣事實上 財政策的複雜、脆弱 就在立法院裡面去大談 臺獨的問題 中國大陸的解讀就是說 所以你們兩個一個是辦 唱雙簧嗎? 一個唱白臉、一個唱黑臉嗎? 你心裡的話就讓賴清德去講嗎? 蔡政府外交建築問題 對應打壓 以下我們親社會主要 三個月不出現 骨牌持的團告目 尤其中的法定國韓國瑜 壞題獨定五項面談當中 獻祝壞題態勢用聖誕音樂 壞題同多明尼家同群 多明尼家同台灣團告 台灣同壞題的文教館 興揚帕美威有編發 臺灣的國家嘛 那常常會有一種感覺啊 就是呈寒死亡啊 如果一個國家發生狀況 你說對另外一個隔壁國家不發生影響 這個大概是不大可能的 用聖誕提供要有內部消息說 會提總統要報的有幾日來台灣封門 幾乎利用台灣同中國關閉的矛盾 同台灣要求和那裡的檢驗 包括沙拉來台灣 玩用以另外4Q調整 對應外的關閉制度 對政府外軍省面對的科技 下期請問鄭英念成祖 提報託